项目编号 SCP-867雪山 项目等级 U-CLEAN 特殊收容措施 SCP-867的样本应被储存于号生物收容站点的一区之中 对于SCP-867的定期维护 只能通过远程遥控设备和自动灌溉系统进行 且任何情况下人员进入该收容区域 必须装备凯夫拉衬抵全身MBC防护服 任何离开SCP-867收容区域的人员 都应通过除草程序以及检查 并且任何发现了穿刺点的人员 都应进行不少于15天的隔离 对于SCP-867的实验需要不少于2名3级人员的书面批准 描述 SCP-867是一种视觉上类似于Pysia Pungens 或称蓝叶云山的真叶术 除了它那与众不同的通品红色 以及在它生命的任何阶段都没有出现求果这一现象 SCP-867的叶子是一种类似于皮下注射针的中空结构 其中包含着一些长而薄的种子 并且在叶子底端还有一个小气囊 当一只动物擦过叶子时 气囊将会炸开 并将这些种子注射进动物的皮下 就像是使用自动注射器的机制一样 由于种子本身较小的尺寸 并且这些种子还包裹在一层薄薄的具有麻醉和凝血作用的液体之中 导致了这一注射行为几乎不能被察觉 这些种子最多会在动物皮下保持两周的休眠 在那之后种子将会开始生长 向宿主的循环系统之中伸展它的根筋 这一过程将会导致宿主产生酷刑般的疼痛 最多持续24小时 最后无一例外地导致了宿主的死亡 新的SCP-867植株将会从宿主的身上生长出来 30天后成熟 在这个过程之中将宿主的身体彻底分解 SCP-867最先是在科罗拉多州的数据删除被发现的 那是在199发生了一系列奇怪的登山者和公园游客失踪事件之后 基金会派遣了一个小队前往 并且已可接受的人员损失回收了数株SCP-867的幼体 所有SCP-867的野生植株 大约有株都被摧毁了 以上这些资料就是关于SCP-867的资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按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